好 社會消息 這是在臺南市高階警官 莊武是涉嫌恐嚇取材 那麼莊武現在是時任 臺南市警局秘書室主任 其實除了涉嫌千萬的 這種恐嚇取材之外 還捲入了男女糾紛 事實上警方在第一時間 要逮捕他的時候 他還是遭拒捕 而且當時還開車 衝撞第一線的員警 最後是連開九槍 才將他壓制帶回 那最後現在是以十萬元交保 即大過免職 事後莊武就自己含冤成親 他說他這個人絕對不可能 也沒有任何理由 開車衝撞第一線辦案的員警 還說認識我的人 沒有人會相信 我會去恐嚇取材 好 目前消息一出一路 提拔他的方仰寧 今天出面表示說這個 是人不親 不會迴避責任 而且還自行處分 好 回顧來看 其實在去年 臺南市的警記醜聞 真的說是連環報 包含這個八月十一月十二月 通通都有案件 現在這個警政署長 黃明昭就特別說了 如果有違法的話 絕對不會寬帶 一定會斷人的處理 這是我必須要負責任的地方 所以我也不迴避 我應該負的責任 讓警域受損 聲表痛心自情處分 不迴避 臺南市警察局長方仰寧 臉色凝重 屬下警官莊武能在跨年夜 意思因為感情風波 涉嫌恐嚇取材 過程中還衝撞 圍捕原警 嚴重影響警戒聲譽 被寄兩大過免職 但對於所有指控 莊武能向有人喊冤 他說他不可能衝撞第一線員警 犯下妨害公務罪 而且任職分局長時 破案獎金都給了下屬 金錢觀念淡薄 自認無罪 一切禁後調查 而整起事件 檢警還在調查中 但臺南市議員 已經忍不住怒火 從雪甲八十八槍一直沒有破 還有到這個麻豆警分局的封紀案 臺南市的警方真的是臉上無光 我們要呼籲方仰寧局長 要好好的整頓我們的警記 我們的治安 上行下轎 起床領導風格所致了 我們今天起床 我們今天起床 方仰寧 要好好的檢討 市警局則表示 警記林容忍 案件不管層級違和 都將會嚴格就辦 華爾新聞中明憲 張道勇 劉漢聲 蕭雨秀 新竹台南 綜合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頻道